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这次病情恢复的过程中觉醒了第一次宾斯体验中得到的知识 他也明白了人类到底在地球上扮演了什么角色 首先他回到了宇宙的最初 他看到了想要吸收他的集体意识 他发现集体意识在一个空间里 这个空间是五维的 这些集体意识偶尔会有波动 在波动的过程中就产生了物质 物质就衍生了三维世界 也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 而且不只是一个 是很多个 这就是传说中的平行世界 而太阳一开始是一个蓝白色的气体观 因为氢气气体在聚合就产生了能量 等气体稳定以后 就会变成红色的气体 这个红色的气体 现在宇宙中还有很多 有可能都会变成下一个太阳系 而气体团中有高含量的铁 因为重量的关系 还有铁的气体 就会聚成一个巨大的红色气体 当气体聚集到一起 压缩了物质 在气体团压缩到临界值的提线 就会产生运动 就是旋转 它旋转的过程中 气体团会产生收缩 也就是能量相同 容积缩小 最终变成了我们的太阳 地球也是这样诞生的 他知道这些之后 他就更好奇 如果宇宙是因为五维的不稳定 才诞生的 那生命又是怎么诞生的 因为宇宙诞生的方法 其实就是核裂变 与核融合才诞生的 那就说明地球刚开始的时候 遍地都应该是辐射 那生命是怎么在这种 辐射的状态下诞生的呢 他就跑去看了一些生命的诞生 他来到了地球的最初 发现一颗彗星 给地球带来了最初的水 这个彗星啊 其实就是一个冰壳 这个常识大家都知道吧 因为野力的关系 给地球带来了最初的冰 冰在地球上融化的过程中 吸收了地表的矿物质 就形成了海 在海中呢 就形成了氨基酸 氨基酸被太阳辐射中的 带电粒子一刺激 就形成了最初的微小生命 这些微小生命啊 靠吸收地球上的辐射生活 再之后就出现了 靠光合作用的植物 后来才诞生了生命 木内知道生命是怎么诞生的 就突然想去看看 亚特兰蒂斯到底存不存在 结果啊 他就回到了16000年前 他看到了亚特兰蒂斯 亚特兰蒂斯非常强大 他们的飞行器 已经能到达别的星期了 而毁灭亚特兰蒂斯的 竟然是月亮 他说月亮原本是不存在的 月亮是宇宙中的 一颗巨大彗星 它飞向太阳的时候呢 被太阳给蒸发了 蒸发的冰呢 就化成了水蒸气 这个水蒸气 就漂浮在轨道上 当轨道中绕行的地球 因为重力和引力的关系 水蒸气就被地球吸收了 就这样引发了大洪水 当时的海平面 拉升了2000多米 亚特兰蒂斯超高的文明 就被这场洪水淹没了 那失去冰壳的彗星湖 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月球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有些动物 对满月或者新月 会感到原始的恐惧 也就是说 月亮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而在大洪水中啊 木内也看到了 船舟中的诺亚方舟 但它不是一个船 而是一个像潜艇一样的盒子 非常巨大 而且不止一手 拥有飞行器的亚特兰蒂斯人 全部飞出了太阳系 放弃了地球 还有一些人 没登上木牙方舟 也没登上飞行器 就跑到了珠姆朗玛峰 去躲避洪水 洪水退去 幸存下来的人 又开始重新建立新的文明 这个木内赫言呢 之所以说出来 就是因为他觉得人类 是地球的守护者 因为生命的一开始 是吸收核辐射的微小生物 然后又有了光合作用的植物 植物产生了氧气 又诞生了动物 那人类的使命 就是为了维护生态的平衡 但是人类却在违背自己的使命 在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 所以他决定说出他看到的一切 他想让人类觉醒意识 不要再追求物质 因为意识的层面来说 所有人类都是一个集体 我们之间不存在 种族的高低贵电子的 我们都是一个集体意识中 分离出来的个体 到最后 我们都要回归到 那个集体意识中 重新变成一个集体意识 也可以说 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意识 都是有联系的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 怎么运用它 这就是木内赫岩的 整个宾师体验经过 但很可惜的是 木内赫岩把他的经历 写成了一本书 据说销量还不错 以至于 很多人认为 他完全就是胡编乱造 为了炒作自己 增加书的销量 全新变成一个集体意识中